观众朋友 进入冬季是一些水果的丰收季节 如果您家里种有一些果树 同时这些水果又不能一次性的试用完的话 可以和一个叫水果丰收组织去得联系 我们来看这方面的资讯 您自家中的水果吃不完吗 卖也卖不掉 烂了又可惜怎么办呢 水果丰收组织将为您排油解烂 名为水果丰收互助组的机构表示 可以排除专业人员上门采摘吃不完的水果 然后捐献给有关慈善组织 这个组织还将自制橘子果酱 或者柠檬果冻与养老院里的老人们一起分享 同时也可以在社区活动中出售这些自制的国谱 用来为慈善组织筹集上款 如果您家里有吃不完的水果的一些朋友 可以发邮件与这个组织取得联系 他们的email的地址是 pickfruitatextra.co.nc